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一对再婚六年的夫妻 王女士和杨先生 出乡时时他们都有家庭 当时他们在同一个单位上班 因为工作中的频繁接触 两人产生了异样的感情 因为杨先生的体贴和关爱 让王女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王女士便不顾现实和道德的双重压力 与杨先生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 半年后 他们结束了各自的婚姻 组成了新的家庭 可是当他们从婚姻的一个围城 逃进另一个围城之后 生活过得依然糟糕透顶 究其原因 王女士认为是杨先生 在处理情感问题时太过随性 不仅婚前脚踏起之船 婚后又发展婚外情感 除此之外 还跟前妻藕断丝连 牵扯不清 抖音上的评论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心里永远忘不了你的好 对于妻子的指责 杨先生毫不避讳 他却将责任全部归咎为 是妻子王女士一手促成 杨先生认为 他之所以会一再犯错 全是因为妻子 整日无休无止的怀疑和唠叨 让他倍感痛苦和煎熬 甚至他还认为 妻子提出离婚另有缘由 在今天的节目中 杨先生将向我们揭示 妻子抑郁离婚的真正原因 王女士固弄玄虚 极力掩饰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当婚姻面临危机 她将如何应对 在调解现场 王女士讲述了一段 她的成长经历 这段经历 又是否是她走入婚姻困局 最深层的原因 最终他们能否走出困局 在婚姻的围城中 重拾幸福 你真正做你自己 和你老公之间 建立这种平等的 互爱的 互相成全式的 健康的关系 你才会真正体会到 这种被关爱 被重视 情感的回复 敬请关注 今天的金牌调解 围城困局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继续 她是去年 大概是四月份吧 应该是 她说我到我娘家去 玩几天 我说你去就去了 去了该过了几天 我就打电话 可是我说你回来 在外面 可能玩得比较疯了 她没有回来 在这整整待了一个月 回来了以后 一天早上 我还没去上班 突然有个电话来了 打了一个电话 她就没有接 她就罚掉了 故意 故意 我要怎么怎么样 故意这样说两句 当时我也就是 哎呀 我说算了 我也不提这个东西 其实我心里是很清楚的 你清楚什么 我慢慢说 到了第二天 我第一天 我还没有把这个捅破 我就不把这个挑明了 然后电视窃查找 然后我就说 昨天那个电话 是哪个打过来的 有些东西 她也逼我逼的 她说是哪个哪个 做什么的 我就说你把那个通话记录 打出来吧 她不给人打 保证不必再说你什么东西 她就打出来了 七天二十几天吧 交你一百个电话 好沙皇 打到个号码 全部 有那个笔啊 全部发掉了的 我看不到这个号码的 你当时问她是 这个人是谁吗 问她 异性朋友 跟你说是异性朋友 对 好多都不要说了 七天一百个电话 是什么关系的 就是不正常的朋友啊 问一下王女士啊 这个异性朋友 在她眼里 你是一个不正常的 异性朋友 她撒谎 她说我是到我娘家去玩 我就说一般的 我一年到头 也很少回家的 看到我妈呢 就是不会骑电动车的 六十多岁了 那么老人是吧 后来又买了新房子 就叫我就帮她搬家 去了我帮我妈搬好 叫叔叔好 本来是说要回来的 就是我姐呢 身体也不好 就是得了那种 有一个病 后来我姐夫就 被她骑电动车 就是这个锁骨呢 塞断掉了 看到没办法 我只要照顾我姐夫 送饭 带饭 就是 她所说的 打了一百多个电话的 这个朋友到底是谁 就是我一个朋友 也出去玩过 就是吃夜宵呢 是以前就认识的吗 以前我都认识的 像她一个人嘛 人嘛 不管男人是女的 我没有那种想法 她也是有老婆的 她是自己是 就是在工地上面 包工地的 开个挖机的 她既然有老婆 为什么会给你 打那么多电话呢 我怀疑男的 都想在外面玩一下 她肯定是 跟我打电话了 多个电话 没有一百多个电话 她因为我真的 有一百多个电话 我说来说 一个人心也会 也不可能 拉得这么长的 单子拉出来 你是对她 没有想法的 对 我认为 女人好像出卖了 自己身体 就感觉 有可能是变了心 我可能这个家庭 就保护不好了 好 当时你不想要 跟她有任何的关系 对 那为什么会接她 这么多电话呢 跟她一直保持 这么紧密的联系呢 单子有电话 不是说每个都接的 有很多部分 都是没接的电话 明白了 那上面有显示的 没接的电话 怎么会打个单子出来呢 会 她怎么会没有单子 未接电话 也会在记录里面 如果既然我不想理人家 我就直接把人家拉黑 我不接 是不是 我就准备拿黑 她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也玩得很好的 凡是我是这样子想的 她给我打电话 那是她的事情 但是我有好多事 没有接的 王女士一再强调 自己和对方 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但杨先生坚持认为 这一百通电话记录 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 按道理说 你后面这个事 只要是正常的男人 也会往那方面去想 当然 并不是说 一定要看得什么 正气啊什么 我提过吧 我没提过吧 既然我获得心 我就从来不会提 杨先生表示 他愿意以包容之心 对待妻子 不会再追究 现在他只希望妻子 能够把心收回来 跟他好好地过下去 但王女士却表示 这日子过不下去 不是因为他有了二心 而是在这段婚姻里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看到过 杨先生对他的 一点关心和爱 最明显的 就是他生孩子的时候 杨先生的冷漠表现 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怀疑我就回娘家了 回我自己娘家 预产了就是 后来那个医师 就说我儿子呢 就说要破 他说你快点 他说那个肚子 有可能就是往下垂了呢 那我就叫他来 我妈就把东西都点好了 都粘好了 大概都好几个小时了 都没有到 我就跟我妈打了个滴嘛 就到他弟弟家去嘛 他弟弟在乐平 在我娘家那边 他就跟他弟弟坐在车里 下了好大的雨 他两个坐在车里 就是两个人聊天 有说有笑 就在说我这个 肯定是说我的事情了 知道吧 后来我一走去 我就打开车门 我就说我肚子这么大 我说肚子要破了 那个小孩大人 都快没用了 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到 自己要生了 好难过 就就往下垂了 我找路就挺住 你打电话的时候 有这样表达过吗 说老公我要生了 说了好痛 他不管我 打开门 他还说我什么呢 你肚子痛 你吵起架了 怎么一下都不痛呢 就回答我自己话 后来我就走了 他也就没有出现了 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我是破不惨的 破好了 他要抬到肠上去 我妈一个人抬不起 隔壁一个人都难过 他说 你家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他老公的 我妈就回他 他老公在外面做生意 我妈就这样说的 感觉到自己好可怜 生孩子 我躺在那儿 手上抬上破肚子 我一直都在想到他 没想到我一出来 就是我妈一个人在那里哭 所以当时 你一个人生的这个孩子 只有妈妈在旁边 对 我在破肚子 我就一直在哭 当时内心的活动是什么 活动就是感觉到 我为了付出这么多 我感到生孩子 我感到有可能就是说 在鬼门关照一大妈 但是因为他体会不到 他会想说 哪个男女的不生孩子 他不是我这样想 生完了以后 有没有想过打个电话 让他来看孩子 我打不通 他换了号码呀 就等于说联系不到他了 好了 我只跟他弟弟联系着 他弟弟大概第二天 是来了 他就说 这个小孩睡了这个男女 他就说 好像他 就说我儿子很像他 怎么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他就这样说 好了我就 越看到我儿子 我就会越恨他 知道吗 这个恨从何而来 我就心里这样讲 我说我儿子 他都不在身边 还长得那么像他 我心里就是 看到我儿子 就像看到他一样 我就好难过 杨先生 当时是不知道 他已经生了孩子吗 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 才知道他生了 那我弟弟 打的电话给我 是弟弟去看望过他 然后就跟你说这个事情 有没有觉得受了委屈他 这个有 但是有些东西 也是他造成的 李芬就是家长便饭 说李芬 动不动就不跟你过 李芬 我就跟他说 这句话呀 连他你的肚子里面 都要去说出来 他之前就到娘家里去了 他就发个信息给我 他说我起诉了你 你等那个船票 还有我什么时候 说了这个话 大概就是前一段时间 就是快生之前 他快要生之前的电话的时候 先打个电话说要起诉你 对 他说就是不跟我过 本来就是一直就是在场 一直就是吵 脾气是特别不好 听到这个电话 他要生了的电话 你为什么不能立即去看他呢 因为我不相信 我说这样 我不相信他 他说这么一句话 就是我就是不信 你生下来我也都不信 反正做什么我都不信 所以一开始 你没有立即去看他 是因为你不相信 他说他要生了 我不相信 觉得他不是说真的要生了 对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觉得 就是要骗人嘛 骗人干嘛 就是要骗你嘛 目的是什么 他等一下打个电话 我起诉了你 看他又是什么目的了 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他们一直跟我吵架 你问我为什么 我说不清楚 我没有理由 没有原因 起诉是为了他想了 看我生是真的 他就导致你说什么 我都不吸引你 我都不相信你 哪里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明明是希望丈夫给自己更多的关爱 可王女士说出口的却是责怪 她把离婚当做了口头禅 将丈夫越推越远 时间久了 她就成了杨先生眼中喊狼来了的小孩 不值得被相信 两人的感情也就越来越疏离 可是王女士意识不到这一点 她无法接受丈夫在自己最脆弱 最需要体贴关怀和陪伴的时候 不在身边 所以当失踪了几天的杨先生 重新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王女士依然用争吵的方式 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与不满 吵到最后 杨先生拂袖而去 一走了之 而越想越生气的王女士 一怒之下也做出了惊人之举 是这样的 5月21号生儿子 6月28号 她就把小孩丢得在栏梢了 就是换完月子 就走了 为什么 没有那什么 就是往儿子一丢走路 不管孩子了 不管了 当时到那个去办手势 是办不了的 都知道是办不了的 她是那个俘虏区 是不能办离婚的 王女士 为什么生下孩子一个月 你就走了 因为月子里面 她也没跟我联系 她我看她发朋友圈 还很开心 你知道吧 你开心你屌开心 但是你发朋友圈 就是发得起来 你也不会发我儿子照片 你包括她的微信头像 从来不会 但是你也没有问过我呀 月子里面 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 我在我家里坐月子 当然有父母 当然你自己嘛 我是你老婆 你过问过我吗 一个月 是吧 就是说在你坐月子 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过她的关心 我就感到很死心 我就说这个小孩 我说要是女儿就好 是儿子 我感到我养不起 我说不怪我 我说其实我也是感到 小孩子可怜 我就心里在想 我说我就送到南昌 就要给你 我说我就这样讲的 我是送来了 她不在一起 哪里关心得了 是吧 她在那边 我在这里 最多就是一个电话 温厚一下了 也就是说 你们那段时间 也是在闹的 也是在闹 一直都是在闹 走了 她后来 她就给她 那个一个表弟的吧 那个什么能带吧 她虽然给她了 但是我还回了南昌 还是说带 看儿子 她不给我看 我就跪在地下 求她 这里这个膝盖 这里都插破了 但是我是有心 还是想 干儿子带回来 散了 好了大概是 过了一个月吧 她又干儿子接回 我就一起跟儿子 跟她一起 就干儿子接回来了 站在王女士的角度 她生孩子的时候 丈夫缺席 她坐月子的时候 丈夫漠不关心 维持这样的婚姻 已然没有意义 把孩子丢给杨先生 是她的无奈之举 但杨先生感受不到 妻子这个举动 背后的伤心与失望 他只看到了 妻子的无理取闹 杨先生无法忍受 妻子的暴躁 和喋喋不休的吵闹 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之后 他有了离婚的念头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告知妻子与之协商 而是不声不响地 做了一个决定 她在家里 她是八点半上班的 因为我晚上要带孩子 都很辛苦 要吃母笼 晚上醒好几次 突然她就说 你早上多睡一下 我跟孩子带楼下去玩一下 她说 我说好的 好了我一睡到八点钟了 自然就都醒了 因为她要上班 我就打她电话 我就说 叫她个孩子带上来 她马上要去上 叫她去上班了 等下迟到了 不好吗 等我打电话 就打不通了 她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她说 等你看到这条信息 我已经离开你了 她说 我带了儿子 她说 因为不想见到我的意思 我就赶在那个山 踏下来 那个小孩子 我几个月 我好难 我就穿那个睡衣 我是光脚子的 我没有穿拖鞋 我就跑到那个望中望 那个掺掌旁边 就去起钱 以前她的工资卡是给我的 就四项钱 就剩了四百块钱给我 做车费 第一时间没有想过去找孩子 我把这个钱找 起出来 我再去找孩子 好 明白了 我在打地 打到她店里 她店里能跟我说 她已经不做了 她肯定是交代过好人 所以就带着孩子不见了 这个意思吧 对 就残给谁带的呢 是残给她那个 她弟弟的 老婆的姐姐 我来说这个事 天天早 天天早 又是天天早 她说哪天 我要把孩子带着 两个同步一进 你说我听到这个话 哪个都有想法 她说的是气话 能感觉到是气话 气话不气话 反正我有时候 会把她当真 她有些事 所以你对她 吵架当中的话 有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其实你是分不清楚的 分不清楚 然后我想想 我这万一 她突然一下子 想不开了 所以我就做这个决定 把孩子带走 带走 不让她看到 不让她看到 你们想过 那个时候 孩子还需要妈妈 这个我想过 但是我想过 带走了安全 不带走 搞得不好 就不安全 因为她之前 都一个月 扔掉了一次 然后你说这个话 你说我有想法吧 肯定是有想法的 杨先生称 自己是为了保护孩子 才把孩子带走 但她悄无声息地 辞工 取钱 抱走孩子的 这一系列举动 显然是为了 与王女士彻底分开 做了精心准备 后来因为孩子生病 无力照料的杨先生 不得不又抱着孩子 回到了王女士身边 但经过这番波折 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 更是所剩无几 婚姻变得一片狼藉 回想起 曾经两人的相识相恋 王女士内心感慨万千 无意中 她还向我们吐露了一段 她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我嫁给她是中全国 我嫁的是单身家庭 我就是 我姐妹三个吧 我爸比较不投我 我最不喜欢她一个 爸爸不喜欢你 对 那跟她 从小我是没有得到父爱的 就是 我姐跟我第一次比较好 就是好一点 所以你选择了 你现在的这个老公 对 是因为她能够给你 她比我大 但是她已经刚开始的时候 对我确实还可以的 蛮好的 有一句说一句 你在她身上得到了 感觉到那种爱 就是在父亲身上 得不到那种爱 对 所以你要嫁给她的 对 在没结婚之前 就对你很照顾 对 王女士说 她和杨先生之间的年龄差 比较大 杨先生比她大九岁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反而是这九岁的年龄差距 让她感受到 杨先生身上 有一种成熟的魅力 相处中的成熟和体贴 深深吸引着她 让她找到了 久违的父爱的感觉 才让她 飞蛾扑火般地 奔向了杨先生 本以为嫁给杨先生之后 能够获得更多的爱 来弥补自己 从小缺失的父爱 没想到 得到的 反而全是伤害 那么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该如何帮他们 修补这段 千疮百孔的婚姻呢 他们又会给出 怎样的建议呢 观察员北辰率先发言 王女士和杨先生 我先说王女士 七天一百来个电话的事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 心理咨询工作 从微表情 我没时看得出来的 一定是有那么多的电话 但是为什么 我说可以理解 在婚内 在从老公这儿 没有得到相应的 情感的补偿 没有更多的 被欣赏和鼓励 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 当我的内心是寒凉的时候 外面有一些温暖 有一些小的暧昧 有一些对我们的肯定 甚至有一些关注 虽然你知道 我自己的底线 但是还是错的 暧昧就是暧昧 可能对方这些东西 刚好是我所需要的 我得不到婚内 老公的这种体贴 那可能是一个 情感上的小小的补偿 小小的补充 一个人向我示好 你也承认了 他对你应该是 有一些意思的 好了 我知道我的底线 我就跟你玩周旋着 我去享受和感受着 这份关爱的温暖 但是错了就是错了 那如果我们说的 再严重一点 这是否等同于 婚内的精神出轨呢 你思考 但是我是表示理解的 因为在婚内缺少温度 因为缺少一些体贴 所以当这个突如其来的 感情到来的时候 就像救命稻草一样 我抓住了 我相信你的底线 我也绝对相信 你不会做出国的事 但是错了就是错了 杨先生 你的问题是冷漠 和让我看到了 人性当中的恶 你真的要承认 我再跟你说一个细节 生孩子的事 你不在场的事 好了 老婆通知你了 你来了 第一时间没有到达 我告诉你 要我我也跟你离婚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为我而来的 但是你第一时间 没有到我这 这就是一个错 第二个错 因为老婆来了 发生了一些争执 老婆说找不到你人了 手机号码换了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弟弟可以找到你 弟弟可以把通知 传到你的耳朵边 说嫂子生了 告诉你 那你能怪你的老婆挑离吗 你弟弟永远是你一家人 我身体给了你 生命给了你 孩子给了你 但是我不是你的家人 这就是他心里的感受 所以这一点 你也是错的 体无完肤的错 不可原谅的错 真的 如果你还没意识到 觉得都能找一个理由 是你对我不好 是你不够温柔娴淑 是你逼得我 那我觉得 有底线的人 再怎么逼 我可以跟你选择离婚 但是我不会用 这样的方式来 精神上的虐待你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丸女士 是怎样一个性格 丸女士是一个 内心比较上年 开朗乐观 并且呢 非常擅长于 替人着想的一个人 因为从小父爱的缺失 所以呢 极度的渴望 有人能够照顾到自己 弥补到从小 父爱的缺失 所以呢 去找到你现在的先生 但是呢 我想要讲的是 正是因为你对爱 极度的渴望 所以你就极度的渴望说 能够得到重视 这一点其实控制你 你的自尊心非常强 所以你无法表达出来 你用推的方式 你知道吗 好 把你的老公推走的方式 来得到爱 你知道吗 每次的话 你不想离婚 当时你的行为 是要他离婚 你说出的语言 全是把你的老公推走 其实你自己很清楚 你是爱这个家 爱这个老公的 对不对 然后当时你的行为 是逼他再离婚 所以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的语言和行为 一直在推着对方走 类型是很渴望爱的时候 你就会得不到 所以呢 这是来自于你 自尊心太强了 所以下一步 你的成长方向是 如果你真的渴望爱 爱这个家庭 你就要用柔软的方式 表达出来 直接表达你的需求 对吧 老公我需要你重视我 对吧 我需要你尊重到我 给我打个招呼就好了 我也说过 对 继续说 对不对 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 而不要被前列的自尊心 所控制 男方我特别想跟你聊一下 我觉得你活得很累 真的活得有点混乱 对吧 你哭过吗 偷偷的哭 哭过 哭啥呢 累 就觉得自己 这个婚姻 咋会过成这个样子了 对吧 你觉得娶到了这个女人 不但 没有比第一段婚姻好 结果过得特别糟糕 是吧 你是离又离不开 踢又踢不掉 过又过不好 这让你陷入了焦虑的状态 我想告诉你 每个男人 草率行为的背后 换来的就是糟糕的生活 为了这段婚姻 为了这个女人 不要再争 也不要再吵了 对吧 好好地把日子来过好 你也希望 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累 不是心累 身体也累 再这样下去 自己觉得扛不住了 这个女人缺乏的是情 她缺的也是爱 她可能想得最多的 可能还是这个儿子 多关心点她 呵护一点她 我就希望南方 好好的把日子过好 把孩子的培养好 好 把南方加油 我也就是一直 就是这个目标 加油 过去的都过去 重新来 二位 我们观察员老师 极尽全力地 在帮助你 二位 因为我觉得 大家的解读都很真心 而且有的地方 也不太客气 因为太客气了 可能大概就 说不清楚了 那不管怎么说 你们二位 相遇相识之初 有多少情路艰辛和坎坷 我们暂且不提 你们二位 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而现在今天 你们的诉求是 想知道问题在哪里 想改善你们的关系 想尽量把这个婚姻 走下去 这是目的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问题 杨先生的诉求是 我们俩各说各的理 看看谁的理 在理 但显然 你们俩没有各说各的理 是杨先生在说自己的理 王女士在说自己的情 所以你们不在一个点上 讲的不是一个东西 讲的是同一件事 但讲的不是一个诉求 所以才会讲不到一起 因为你不讲理 你只讲情 你从头至尾 你从认识杨先生那一刻起 迄今 你都一直在讲情 那是因为 你觉得原生家庭 没有给你关爱和重视 所以你在婚姻当中 在其他的情感路上 一直要代偿 就我一直要找到这种 补偿性的情感 其他的不再重要 至于你是不是婚姻出轨 至于我是不是你的备胎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对我好不好 你一直在追求这种 代偿的情感 那么这种代偿的情感 追求有两种方式 就像小孩子觉得父母不重视我 第一个是讨好父母 第二个是各种哭闹 喊叫 引起父母的关注 讨好会获得父母的关注 哭闹喊叫 同样会获得父母的关注 而你两种方式并行 当你老公感受到情感流动的时候 他自然会关心你 而你不断地挑事 不断地闹事出来 他怎么会关心你呢 对不对 所以想追求被自己老公关爱 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也正常 不管是在原生家庭里 还是在自己的婚姻中 你追求代偿的情感 这本身也无可厚非 但是方式方法和方向都不能用错 这一点你需要搞清楚 所以不应该在自己的婚姻 人生的再生当中 来极力全力追求这种代偿的情感 这一定会让你追而不得 让你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让你更深地体会情感的伤害 何必孤独 何必冷落 何必孤立 所以放弃追求这种代仗情感 你真正做你自己 和你老公之间建立这种平等的 互爱的 互相成全式的 健康的关系 你才会真正体会到 这种被关爱 被重视情感的回归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 婚姻走到这个地步 王女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有调整好心态 才能获得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 随即调解就入密室环节 一落座 王女士就表示 她现在很难抉择 离婚 她放不下孩子 和好她对杨先生又没有丝毫信心 我认为我老公改不掉 你想想看她原先 做出那些背叛性的行为 你都原谅她了 她现在的话 她已经认知到自己要改进了 她说她开始学会珍惜拥有嘛 对不对 她现在都在改进的过程当中嘛 那好 她那么差的时候 你在她身边陪伴 她变好的时候你离开了 你不觉得是亏损的吗 我感觉好累 累是感觉 我现在需要你用理性的思维来看见 你的粗心是为了跟她和好 把家庭情好 因为孩子还很小 对吧 陈宇老师指出 与其沉浸在担忧中 不如给丈夫提出具体条件 让丈夫知道 应该具体从哪些方面 做出调整和改变 你现在的话先不要想她改不改 你先告诉我你要什么 如果是说你要跟她过下去 你希望她怎么改 跟她前妻保持距离 不要谈到怎么感觉 都说有两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要有暧昧 就男女之间这种感觉 对不对 因为她也没嫁老公 好的 好 那对方现在是当生的是吗 对 OK 这是第一个要求 对不对 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希望她做什么事情 你不要说先展后照 自己也跟我经过 跟我说一下吧 就是说她要学会更多的尊重你 对对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 对不对 豁达的人 你只是需要说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就是她的手机 我改了 微信换了三个 这样手机号码 那个面码了 其实你没有什么 你也别怕我查 我也是公开的 就是双方的话 可以把手机面码打开 对 公开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觉得去怀疑到对方了 对对对 说你也可以看 我也可以看 对 就是没有秘密 也别怕看 是全部敞开 对 如果这三个点改进的话 你就觉得两个人还可以共同 把这个婚姻生活给经营好 这还有一样 自己妈也尊重我父母 我妈她不尊重 因为我妈喂我一次的好多苦 剩孩子都对她 她会一点的被尊重我妈 她妈我妈 就对你妈妈态度不好是吗 对 就是说你需要她 也能够像对待她的家人一样 去对待你的家人 就像我对她妈一样了 对 你就会买衣服 我自动吧 是 在陈宇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 王女士提出了四点要求 对于这四点 杨先生均表示接受 而她就只有一个要求 我就说你这不跟我吵 我什么要求都不答应 像我说我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我哪个不想拿自己的日子过好 你们两个人是互相挤压 你把父母的给他 他要把父母的给你 这个日子过着一团糟 我问你 你就是希望他不争不吵 你就可以了 对吧 他也不成熟 沟通中表达方式不同 效果也许截然不同 有的能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也能给人打击和伤害 杨先生表示 他希望王女士 能够不要再用吵闹的方式 解决问题 能学着好好说话 那么王女士能否做到呢 我感到我也有错 总之来说说话语言 有可能伤到过她 你怎么老呢 怎么伤过她 好 人格攻击 对 那么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 下一步的话呢 如果是你要给你的老公来表达 对吧 因为你会做到情绪的控制 你性格是很感性的 你知道吧 在这个时候的话 没有达成你的要求 你就用攻击你的语言对她 对不对 然后你发火的时候 也是很凶的 你要直接描述事件 但是我感到他有错 是怎么做 有错也不应该攻击 这还有 你跟我说了 我感到我老公是喜欢撒谎 做的是什么 好 她不承认 你也不应该攻击她 她的错 并不应该让你 产生你的错 经过陈宇老师的劝解 王女士有所领悟 现在老师们都希望双方 能够从自身找问题 进行改进 杨先生主动告诉了 廖锡玉 自从发现妻子和别的男人 有一百通电话记录之后 她就在经济上有所保留 现在为了表达诚意 她愿意做出一个承诺 那你给多少 给到家里能是正常的生活开支呢 三千块钱可以吧 三千 就是说你就是光买菜 其他都不要管 反正你没有 你就问我要 婚姻会给人内在的安全感 一旦出现裂痕 这种安全感就不再稳定 这时候人的本能 就会努力想要重建安全感 廖锡玉希望杨先生 能够读懂妻子内心的不安全感 学会关心妻子 爱护妻子 除了经济上给予妻子保障 情感上也要让妻子安心 对此杨先生表示接受 另一边 陈宇老师再进一步 疏导王女士 她说我心内心 我真的活得很累 你活得很累 做什么都要小心 原因是你不强大 处处在讨好 对对对 你没明白这一点吗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是重要性 建立在自己身上 你就不怕 你说得很对 对 讨好性人格 第二个部分是你本能造成的 孩子已经六岁了嘛 如果是通过你本能的 去努力去上班 对吧 你足以养活自己 而且你获得的经济收益 绝对不止 一两千两三千 因为你本人又能吃苦 对吧 对 你又很能干活 你说当你自己的话 你赚的钱都足以养活自己 和养活孩子 对不对 你还会这么卑微吗 不会的 你自动心很强的 你现在所有的卑微 是来自于说 你现在没有经济基础 她今天之所以 这个状况也是你放纵的 你的软肉所放纵的 你明白吗 对 所以下一步的话 你要成为一个 有独立人格 有独立的经济基础的女性 对吧 并不是抛弃这段婚姻 是让自己真正的 让自己有成长起来 有自尊心的活下去 陈宇老师指出 在婚姻中 不能一遇到问题 就只想着放弃 只有从错误中 不断地学习成长 才能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婚姻关系之中 是相互影响的 它像以赢之错 你知道吗 但是你要做得好 它才能够更好 对吧 好 你做得好 它也在进步 双方不是更好吗 你进步了 它如果没有更好 你到时候再考虑 何去何从的问题 王女士若有所思 那么最后 她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她会选择 继续与杨先生走下去吗 我们回现场看一看 密室环节回来 我们听听看 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我改变就是我自己情绪 我的脾气也不大好 说话声音比较暴躁脾气 我改正我自己的 她想要有这样的改变 你呢 就是家庭的那个经济 照目清楚嘛 对婚姻和对她呢 这个是必须的了 就是婚姻忠诚 对她对家庭负责是吧 对婚姻负责 让她放心 我最后送你们 最后这句话哈 你们二位应该做到的 就是收心定心 安心关心开心 做到就好 做得到 金牌调解 把我们所有的调解经验 都写在这里了 把这本书好好读读 幸福二十一读 调解结束了 希望回去之后 王女士能够学会 用拥抱来化解矛盾 用正向的方式表达情感 在婚姻中不断完善自己 提升自己 而杨先生呢 希望他能够把握好 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今后 用更多的爱和温暖 弥补 曾经给妻子造成的缺憾 今天通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想告诫那些 在婚姻中徘徊的人 婚姻这座围城 走出来门外 未必是幸福 唯有用心呵护 珍惜 才能够在婚姻的堡垒中 享受生活的美好与幸福 而这 需要夫妻双方 共同的努力 家中空降一物 厕所边站不是有个小阳台吗 掉在那个空调上面 他心生一念 他是不是带女儿回来 出让自己脑袋里面想的 此物究竟哪里来 有可能是刮当风吹来的 那我不相信 他反倒穿那么明明 你能够在这里 是从哪里来 是个障碍啊 反正怎么说呢 他都不相信 他要不理解我到底什么心情 我感觉很疲倦 婚姻中 你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是丈夫 将其卫视金牌调节 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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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